刚刚签署的RCEP门槛要更低一些 尽量避免有争议的领域 好处是比较灵活 容易达成共识 可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希望在执行的过程中慢慢解决问题 坏处是这有可能会降低成员国 进一步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 进行的无奇事贸易谈判的积极性 在学术界大家对区域贸易的作用 还有一定的争论 有人认为它是全球自由贸易的铺路石 高端的和有前瞻性的协议 可以引导各国解决WTO面临的各种疑难问题 但是也有人认为它是绊脚石 毕竟区域组织的优惠 只是适用于区域内部成员国 对于其他国家构成歧视 另外过于宽松的协议 也有可能对特定利益集团和国家有利 有失公允 也为以后的有效执行和长期发展 带来一些问题